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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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立 大众请起立 大众请 大众请立 大众请立 大众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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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大众请 大众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请大众请大众请 大众请大众请 大众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请大众请大众请 大众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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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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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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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玉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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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佛就说 我们就是相信念佛当下会得到不退转的旧事 就算没感觉 我们就相信有这样的事实 其实我们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 没有十方诸佛互念的话 我们这些念佛人早就退转了 哪里还能够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念你一辈子的 我们看 这个世间的流行歌曲 每次我们唱没几次 可能一般人就开始腻了 但是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却念了一辈子都还不会腻 我记得 有一次 以前的时候我做这个德式 那时候我是从机场回到道场 那德式司机看到我就问 是不是道场有什么活动啊 师父 我说 是啊 就是今天晚上有共修两个小时 那就问 共修是共修什么呢? 我说 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 当时他听到以后 立刻就看着我 而且眼睛就睁大大地说 就念一句吗? 我说 是啊 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他再一次的确定 是一句念了两个小时吗? 我说 是的 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两个小时 当时他就很惊讶地盯着我看 他可能心里就在想 像福建华讲的这个人啼笑了 就这个人疯了 竟然有人可以一句话六个字 南无阿弥陀佛念两个小时啊? 我当时看到他这么惊讶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说 其实我已经连续念佛念了十年 二十年了 还有一些老菩萨都念了几十年的都有 当时我都不敢讲这些话 因为我怕我讲了以后 他会直接把我载到精神病医院去看医生的 是啊 各位 我们讲的 通常只有精神有问题的人 还是所谓的老人痴呆症 他才有可能一直重复同样一句话的 对不对? 这个世界是没有人会把同样的一句话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的 除非这个人就是有病啊 但是你看 我们念佛人 我们头脑也不是有问题的 我们也没有老人痴呆症的 很多念佛人跟我一样都是年轻人嘛 但是 我们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念了这么久 有些人甚至几十年都一直在念佛的 所以各位 这是谁的功劳呢? 肯定就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功劳 佛说的 阿弥陀佛的光就是变造十方世界 摄取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众生 一到我们念佛 蒙佛光摄取 自然就是在不退转当中了 所以真的 我们这样子的凡夫念佛 能够现在得到不退转的利益 完全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力量 要不然 怎么可能我们凡夫 能够一辈子这样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呢? 所以有人常常讲说要什么感应 就希望看到什么佛光 什么莲花 或者是佛出现 跟他讲讲话之类的 其实 真正最大的感应 就是我们每天一辈子能够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能够天天专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代表阿弥陀佛的佛光 在加持我们的 这个才是真正最大的感应 这个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因为一般 讲到见光 或者见到什么境界 都是一下子的 不可能有一个人天天能够看到这些事情 凡夫如果天天见到 也是不大正常的 所以真正的感应就是我们能够每天专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不退心 阿弥陀佛的加持 十方诸佛的互念 其实就是显现在这里 要问有什么感应 我们天天能够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最大 最不可思议的感应了 那从境界来说 就我们念佛人 不会再退转到三恶道 不会再退转到六道轮回 也不会退转到身闻圆诀 因为我们念佛人 就只有一条路 佛说的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往生净土 成佛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 我来把那相关的经句法案语先读一遍 无量寿经 急得往生 驻不退转 立笔诸群生 长夜无忧闹 出生 众善根 成就菩提果 我若成正觉 立明 无量寿 众生闻此好 聚来我岔中 如佛经设身 妙向西圆满 以大悲心 立以诸群品 另外一部《阿弥陀经》 必为如是诸实方面时 尽皆杀诸佛世尊之所设寿 如所行者 一切定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得不退转 一切定身 无量寿佛极乐世界 清净佛土 事故设立子 如等有情 一切皆依信寿灵解我及十方佛世尊语 龙恕菩萨 阿弥陀佛本愿如是 若人念我 成名自规 解入必定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阿弥陀佛很慈悲 祂的愿力 就是让我们念佛的人 从我们现在念佛开始 就是得到不退转了 因为佛说 要我们不担心 福建话讲的 没缓后后 会退转的人才会担心 不会退转的话 就不担心了 另比诸群生 长夜无忧闹 出神众善根 成就菩提过 像刚才讲的那位泰国王妃 那你这个就要担心了 因为前面四位王后都已经被罢免了 那第五位肯定担心说 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了 所以以前的人都说 半君如半虎 就算在大富贵人 王帝的旁边 还是很危险的 因为王帝就像老虎一样 在老虎的旁边 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吃掉 那这个就是很没有保证 但是我们念佛人 现在佛亲自给我们保证了 而且是十方诸佛共同给我们保证 只要我们每天有念佛 虽然我们还是凡夫 还是烦恼业障深重 但是佛就保证我们不会退转了 这样就是让我们大安心的 因为佛的保证是永远不会跳票的 就佛说的事情 一定就是一定 在经典里面 有一个故事 就是有讲到这样的事情 当时佛陀有一位弟子 他却比较相信这个外道 那这个外道其实是邪知邪见的 但是那位弟子就是相信外道多过相信佛陀 那佛很慈悲地就跟他说 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佛这时候就讲了 那个外道七天以后 会因为吃东西 肚子痛而死 那死了以后 他的同伴会把他丢到森林里面去 那最后 他会因为一辈子的外道邪见 堕落到这个恶鬼道 所以各位 我们看 佛陀是把未来七天会发生的事情 都讲得一清二楚 讲得这么样的详细 但是那个弟子本来就不信佛嘛 所以他听了就不信 那一怀疑 他就跑去跟这个外道说 你看 释迦摩尼佛说你七天后 会因为吃东西 肚子痛而死 那死后又会怎么样等等的 全部跟他说了一遍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他的弟子要跟这个外道合作 要让佛的预言落空 只要在这个第七天 没有发生刚才佛所讲的事情 那就代表说佛是在说谎了 佛说的话不可靠了 那以后大家对佛所讲的话就不会这么信受了 因为当时 释迦摩尼佛在印度弘扬真理的佛法 事然搞到其他外道就变得很落寞 那当时大家就跑去归佛陀了 不学那些外道了 所以 很多的外道就想要找办法来修理佛陀 但是一直以来都找不到机会嘛 毕竟佛陀是大圆满的 但是这一次终于找到机会了 因为佛陀讲的是未来的事情 只要在未来的第七天的预言一不准的话 那从此 外道就可以拿这些事情来讲佛的坏话 就可以说 你们看 佛说的话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你看 佛说的话也是会不准的 所以现在他们要怎么做呢? 那佛说第七天的外道会因为吃东西肚子痛而死吗? 所以 那个外道就想了 那我就在七天 不吃不喝好了 只要我不吃不喝 我肯定就不会肚子痛了 那佛所讲的预言 那肯定就会落空了 我们看 这些外道的头脑有时候还是很精的 但是就用错地方了 他不知道说 聪明是抵挡不了这个业力的 结果还真的 那外道开始入定 不吃不喝七天 古时候印度的外道是可以修苦行的 一时的不吃不喝几天 对他们来说都没有问题的 那当一切看起来很顺利的时候 没有想到 到了第七天 外道本来以为说已经没事了 哎呀 到了第七天 应该过了 没事了 所以 他就随便吃了一个小小一口的蜂蜜 吃了蜂蜜 本来还是没事的 有事的是 他吃了蜂蜜 还喝了一点点的冷水 结果他的肚子当下就开始脚痛 就这样 真的 肚子痛到死掉了 真的像佛所讲的 七天后吃东西 肚子痛而死 那时候 真的被其他的同伴 把他的尸体丢到森林里面去 那过世的情况 还真的像佛所讲的 堕落到这个恶鬼道 那那位怀疑佛所讲的弟子就很不服气啊 哎呀 真的这么准啊 真的就在这个第七天死掉了 所以他就跑去森林找那个堕落恶鬼 肚子痛死掉的那位外道 就问他说 你怎么死的啊 外道就说 我真的是吃东西 肚子痛而死他 现在还真的堕落到恶鬼道了 佛真的是没有打妄语啊 所以我劝你 还是信佛所讲的话比较好 不要落到我这种下场 那就不值得了 现在 反而是那个外道 劝回那位佛弟子了 但是那位弟子听了以后 还是不服气 所以 他就跑去要骗释迦牟尼佛 他就骗释迦牟尼佛说 佛陀啊 虽然说 那个外道已经死了 但是他死后是去好的地方 他不是堕落这个恶鬼道 所以你说错了 他还要故意讲片话来骗佛 那佛就跟他说 你怎么到了现在 你还撒谎呢? 我已经知道他已经堕落恶鬼道了 佛就说了 诸佛如来 成言无恶 若言如来 有恶者 无有是处 就是说 佛所讲的话 一就是一 恶就是恶 不可能说 会发生的事情 会变成不会发生的 因为佛陀是不会打妄语的 现在 今天我们用在《阿弥陀经》也是一样 那 佛说念佛的众生 有诸佛互念 得道不对转 决定能够得生净土 成佛 那这样 不管过去 现在 未来的念佛人 都是万修万人去的 都是100%成就的 讲100个念佛 99个成功都还不够准的 是100个念佛 100个成就才是 因为诸佛如来 就是成言不恶 所以佛才在《阿弥陀经》说 佛就劝我们 一定要相信 念佛会得到不退转 因为佛说的话 本来就是真理 首相前也不说 fairy的 这位理解佛《阿弥陀基督》 直言之就 Dare 想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